大家好 我是凌川区融媒体中心主播万阳 提到凌川 您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是王安石 汤贤祖 还是采茶戏呢 这些都没错 凌川自古就有才子之乡 文化之邦的美誉 不仅盛产才子佳人 文化教育更是名阳四海 远色入江湖 烟波古凌川 集聚凌川文化特色的凌汝书院 安石公园 让有着一千九百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凌川文化 更加熠熠生辉 畅阳其中 宛若畅游于历史的长河 感受着千年的文化洗礼 韩 农业 旅游 中医药和养生养老 于一身的乡村旅游景区仙盖山 即现代农业 文化旅游 田园社区于一体的 太和园 田园综合体 林毅山庄生态园 秋夕万亩油菜园等新开发的农旅融合生态项目 更可让你从喧嚣都市返谱归真 拥抱自然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才子之乡 文化之邦 主播万阳 期待与您相遇临川 并非在重新海洋 之前的中午日本有印象 明天替月初 我们下期欧 当初是雪崩南